覺得自己的很衰 芬芳很不公平 對面怎麼只有一台BB 又潛艇又驅逐 玩個屁 先別急著跳GAP3遊戲 請讓我試即將講師提恩 帶著你跨越這個困難 首先遇到問題 從容的態度是必須的 這邊老師示範了個很好的例子 玩手遊玩到忘記開始遊戲了 過了20秒才緩緩的起飛機 這絕對不是對這局芬芳的失望 這是從容 開局飛機起劍爆還是火箭彈 這大家高興就好了 別起雷機出來搞笑就行了 這邊我們發現了幾眼了 一般人被亮到的第一個反應 都是會往後轉 因此我抓準了這個機會 給他側面來一輪大 這邊看到右上角 集野很明顯的交到損管了 因此我們下一輪依舊以他為目標 同時再進行一波視野的點亮 蘇航的生存性是T10裡面算最爛的 所以即便身處後排 有可能像這樣被打 那有人可能會問 怎麼兩輪擊穿這麼多 我給的建議是 不要老想著劍爆怎麼砸中人 要想的是 別人要怎麼接我的劍爆 好 我可以接受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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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我父親 我明白了 我父親 我可以接受警報 這邊老師的自動導航 是設定往A靠 因為這西伯利亞的冬天 比較寒冷 自己一個人在後面 其實挺寂寞 往前走 除了能感受到隊友的溫暖 這同時也比較能防止 被小龍八蛋摸屁股的情況發生 招兩敛 碰棄 封國 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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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发觉对面航母有想撕我的意图 因此自动导航直接设定往A点冲 火箭道往中间飞的原因是 A点的战损基本上已经打出来了 我想对面Z-52也超不到过来摸B了 点亮他的同时看能不能有机会 然后回去难舔一下巡鸟 可惜这个位置非常的差啊 所以果断透过射击的那个无敌时间 就是去拉开与Z-52防空的距离 就想办法保住这波飞机 如果想进驻A点了 那势必得把A点变成可以安全进驻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开始对A点进行一个大清扫的动作 这边可以看出 就是说桃子压得相当靠前 因此我们给他一堆FT挂着烟里面的索莫斯 好让索莫斯从烟出来的时候可以被桃子揍 并同时继续把新二宝往后改 把这个A点改造成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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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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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